來 今天是2024 11月1號 昨天是颱風降 所以 抗颱風是 是什麼 康納 康瑞 康瑞 這颱風 有點嚇人 但是怎麼覺得 應該是發動那邊比較嚴重 天佑台灣 這個 那個 沒有很大的那個 那我們今天就是把 上個禮拜 先打一層稿之後就是第一層 第一層 那圖稿在這邊 在這邊 第一層 一開始打完複習一下 輪廓 位置定好之後呢 開始打第一層 第一層打完之後呢 你要輪廓打完之後 你要去分亮暗帶 亮暗帶 然後光線 光線怎麼 怎麼過來的 怎麼過來的 這個 第一層 第一層老師上課 這個腳 那今天呢 就是要把 吊子 開始要壓吊子 壓吊子呢 你可以用手 你可以用手 那亮的地方 盡量不要去碰到 亮的地方 你就盡量不要去碰到 像是說 要按的 我比較塌一下 像這些線條 我就不要了 裡面有些線條 那亮的地方盡量不要去碰到 那開始從 暗的地方壓 從暗的地方壓 那我會用 第一次會先用手指去按壓 這個在前 這個在後 這個先抹掉 你可以用一隻手指 用兩隻 用三隻都可以 那如果是筆數是這樣的話 我們盡量 盡量跟它 較差 來壓 這邊是亮 這邊是亮 這邊是暗面 可以壓過來 沒關係 這邊 會比較亮 這邊會比較暗 可是實際的稿 直接稿很接近 然後你這其實要稍微壓一下 弄它下去 然後這邊就沾著 不要掉子 就是不要讓它 整個屠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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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抹一樣 好 好 用它抹一樣 這樣一樣 這個地方 是比較亮的 我現在是這樣 那我現在 從這邊 好 好 這是低層 要低層 壓完之後呢 我用出血膏 讓吊子再 再柔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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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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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亮的你要保有 就這樣子是現點 好 然後也要這樣 好 好 讓它有這樣的感覺 好 好 這個上面有 碳粉稍微彈掉 好 然後 這時候才可以 稍微帶一下 亮的地方稍微帶一下 一樣它還是要保留稍微亮一點 好 就是要讓它柔一點 好 用這個邊邊 好 好 用這個邊邊 那在壓的時候就要注意 那個亮暗的關係 虛實的關係就要開始把它處理出來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很燙粉 很燙 為什麼要燙掉 因為我現在是要亮面 那個地方 要去塗抹它 好 好 好 然後這個裡面的 好 盡量把 我們畫面有一些線條 盡量 把它抹掉 不要留線條 盡量純粹 呈現的是色面 顏色的面 這塊要稍微亮一點 用手指 慢慢來做 這樣是低層喔 低層 低層壓完之後用雞皮 可以 一定的地方 再提一下 好 弄乾淨 稍微抹一抹 讓它要掉層 好 這個要給它亮一點 這個要亮一點 這塊要亮一點 這個要亮一點 這邊稍微亮一點 好 髒的話就弄過來 好 這邊要亮一點 好 聚光 稍微做一下 好 低層完了之後呢 這個要亮一點 用暖插 去掛的地方 這邊的話 再強一點 這個地方的手 都要再強一點的話 就稍微先擦拭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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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啊 那這個量不要比這個量,這是最亮的 這邊可以稍微擦拭一下 好 這個暗面不要太暗 這個暗面要比它亮一點 這邊要稍微亮一點 下來 交接面 過來 這是桌面 這是它的陰影 所以這邊要留一個縫給它 它跟它的關係的陰影 留一下 這塊可以再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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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張不是線條 用色面的亮暗去處理的 整張不是線條 這一塊比較亮一點 這邊 再抹一下 手指揉一揉 那個感覺做出來 這個地方可以再提亮一點 這個葉子我們等一下可以再加 我們知道位置就好了 這樣完呢 這個把它彈乾淨 再刷一次 輕輕抓過 把它再柔一點 這邊虛掉 這邊虛掉 亮的在這邊 各位 那你看一下這現在這樣子 它有存在很強的線條嗎 你線條那麼黑幹什麼呢 不需要很黑 是沒有存在線條的 好 這叫規階的中間熱調處理 整張的空間 光線 氛圍都要跟著電話做出來 這是屬於第一個階段 這是屬於第一個階段 好 那看下面 各位你眼睛 在看光的感覺有沒有出來 有 我們就可以加第二階段了 這時候我覺得 腳這邊可能 亮度可以再提高一點 我是建議喔 他是買那個白的 不要買黑的 你黑的擦下去 我覺得那個 效果沒有白的那麼好 我們來看見你 還有一個 來打擊 另外那個 很高 人們 詞 這層次亮暗變化,來做一下 該...該亮的地方要給它亮出來 我們要來做比較容易 再把它在色調的層次 把它拉...拉得更...更精緻一點 把第一層做的感覺再做一次 檢查一下光影的變化,過不夠 不夠,我們就是在處理一下 一層內推,這個就可以提高,亮熟一層 不需要很清楚交代它,我們等一下再來處理 這塊可以提高一點,亮度 這塊可以提高一點,亮度 這塊可以提高一點 光過來,亮暗,亮暗 暗了,暗的旁邊是亮的 一小塊給它 然後它有陰影,它的陰影過來 這個形體在這邊就會強弱 好,然後強弱 強弱 這些事就很適合 我來阿彌 要全都是新的 應該要正常的 你很適合 我來也要去做 我看見的 那些比賽 那些比賽 我誰不讓他拉到這塊 你會不會太多 因為你會不會太多 我該如何 我去的時候 我怎麼會不會太多 好,基本調性 好,基本調性出來 好,這是我們做上探設低層完之後 壓的吊子,這是屬於低階段 好,那到這邊把光線空間的強弱度 利用吊子的強弱 然後去做光影的效果 然後你各位你密著看它 雖然它沒有畫完,可是空間感已經出來了 眼睛密著看,有沒有 那這種狀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先打住了,要進入第二層 那第二層就是把第一層做的步驟 再做一次強化,順便再更精進一點 第一層做是大色面,大的亮跟暗 第二層就是要做中色面 那也就是說,我亮的我都不管 我直接做中灰接色調,甚至暗面 那第三層呢,才把最亮的再整理一次 細緻的最亮、次亮、次亮、暗 然後次暗,然後最暗 然後這個步驟 去把色接整個拉開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色接 這個,假設這邊我們是亮的 這邊是暗的 那最暗的這一塊還沒有出來 最亮的這一塊已經被我插出來了 所以最亮的在這邊,我們就不要動了 在最亮的這個地方 四亮的 然後再來灰接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做這一段 灰接調的 亮、暗、灰接調 最亮的不要動 灰接的亮、灰接的 灰接的偏亮、灰接的偏暗 跟最暗 最暗 我們等一下就大概就做這一塊 這邊我們就不做 不做就是這個一定要保留 最後再來處理 這樣懂嗎? 好,步驟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問題